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我張三賢修士來到有一席的一個餐廳 找到在道教上丁丁大名的葉孫范老師 他在講一個問題 葉老師 你好 張三賢修士 其實這樣 就想問你一個問題 其實有些網友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問 中國有三賢修 我想問你 這三賢修是哪些三賢修 這三賢修 我們大家都要知道 我都沒有讀帝 這是數典亡修 數典亡修 我們中國的皇帝是子賢修 我們是皇帝子賢修 皇帝是子賢修 他建設了中文 這些點子 寫下音 寫下音 後來就道祖 道祖 一個子祖 一個道祖 道祖 道祖 講了道教 一個道德經史 道祖 口 道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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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 成為 艾滅修 道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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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是稻祖,第二個是稻祖,第三個是教祖 稻祖而已?是不是在聯邦? 稻祖就是太上稻祖的利益,出行的關,影響我們中學的化幾天 尤其是我們辯定是要知道的 其他道德基的宗教是很重要的,每一個道教徒都要知道 看一個道教徒首先要知道道祖所說的 你不要看五千字,包括一起教的 是無數的,全世界都有很多東西,說下這個道德基的真諦 說起來很奇怪,道德經就是講下佛教,講下這個道教真理 但是那本金光經是佛祖的傳人 道德的三祖的題目 其實大家都很明白,中國三祖是誰? 人祖就是皇帝,道祖就是老子,教祖就是張祖 我相信各位就很明白了,記住 身為一個道教徒,記得明白道德經的經意 今天節目就這樣,拜拜!